有机食物真的比较营养吗 但您破除迷思 国家上满满的蔬菜水果 只要飙上有机 好像就是健康食品的品质保证 这几年有机产品的推广行销 几乎让消费者把有机跟健康安全划上等号 也大幅增加相关产品的消费量 在美国大约七成的民众都购买过有机商品 在重视健康的疫情期 有机产品的销量更是大增 市场需求量高 但农民的种植意愿却是赶不上消费量 根据2018年的调查 有机产品平均比一般产品要贵上24美分 就算是价格比较高 但一想到可能有各种添加物 农药或是抗生素残留 很多消费者还是愿意多花一点钱 去购买有机产品 产品即使放上有机标章 也不代表所有的成分 都是利用有机的方式生产 有机食品的生产方式对于环境比较友善 但其实还是可以使用天然农药 就食品安全性而言 跟一般产品的差别没有想象中来得大 至于营养部分 目前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显示 有机农作物有显著的不同 倒是动物性的有机产品相对差异性比较大 有机商品的迷思人在市场过于庞大 很多不消业者有机可图 华盛顿邮报2017年就曾经踢爆 有业者从海外进口大量黄豆玉米来冒充有机商品 大赚400万美元的黑心钱 因此与其迷信有机商品不如多支持在地农家生产的季节性蔬果 就算是传统方式种植的产品 但同样健康减碳又美味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这是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